我也接到很多人来问我 国内低风险地区人员进京有什么政策 是否需要提交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我想从三个方面回答你的提问 第一个方面是 当前国内多地相继发生聚集性的疫情并外溢 新冠肺炎Data病毒输入和传播的风险 依然存在 大家要提高警惕 不可麻痹大意 做好自我防护 总的原则是减少能源的流动 非必须不出境 非必要不出境 不到中高风险地区出差旅行 第二部分想回答你的是 对于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寺以外的 低风险地区人员 其北京健康宝显示是绿码者 净反京是自由的 不需要提交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第三方面想要强调说明的是 根据2021年8月7日也就是昨天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 对外发布的关于加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 带反京人员防控管理措施的规定 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县市区镇直辖市为所在区 即14日内有该区域旅居时的带反京人员 使县子进京 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寺域内 其他无中高风险地区的县市区区人员非必要不进京 确需进京的 此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抵京后实施14天健康监测 并在抵京当日即满7天时进行核酸检测 我的回答完毕 谢谢